1.5 返向思考 如果你是做老板 想赚更多的钱 但是将工人的工资加一倍 那你是否就好像原木求雨那样呢? 1914年的1月5号 汽车大王亨利福特 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他将工人的工资提高到每个钟头5美元 当时工厂的平均工资只有2美元而已 福特在打什么算盘呢? 他的竞争者都等着看好戏 结果他不止改变了公司 也都改写了美国历史和资本主义发展的面貌 整件事的起因是因为福特汽车 在1913年实施了生产线 又叫做装配线 就是工人采取作业分工 每个人专注做一项工作 重复同一种机械式的动作 这样一来生产的速度提高了8倍 但是工人的工作负担也都同样大大增加 很多工人做同一个工作要长达4个钟头 才能够休息片下 虽然福特汽车的工资是2.34美元 比其他的工厂的2美元要高 但是实在太辛苦了 工人宁愿去其他工厂做 所以福特汽车的工人流动率 是高达380%的 除此之外 工会正在兴起 他们积极地吸收福特的工人 灌输左派的思想 散发传单 指责福特大幅度地加大了劳动程度 根本就是血汗工厂 酝酿要鼓动工人进行罢工 所以福特决定了 1.提高工资去到每小时5美元 2.将平常10到12个小时的工时 减少到8个小时 所以两班制就改成了三班制 3.建立技术学校 培训专业的技工 这个也是福特首创的 当时有很多工人 是欧洲来的移民 福特还开始了英语学校 这一连串的改变 果然令福特的转工率 降低90% 抗工率 还从10% 跌到0.3% 工人开始以福特工作为榮 平常外出的时候 都带着公司的襟章 福特经过分析 发现他们7882项工作当中 有4034项是不需要完全的身体机能的 意思就是 他可以雇用残障人士 福特的创新 福特採纳员工提出的改善建议 一年获利就超过44万美元 有一年公司赚钱太多 还将利润分给客户 每一架汽车 还退回车主50美元 福特认为 工业家必须遵守的规则是 尽可能提高品质 尽可能降低成本 尽可能提高薪水 亨利福特之所以能够历史流明 并不是因为他赚了大钱的企业家 而是因为他是一个革命者 他习惯打破框架来思考 他有一句名言 如果当年我去问顾客 他们想要什么 他们肯定会答我 想要一匹更加快的马 他的装配线 和大量生产 革命了工业的生产模式 改变世界的经济 社会 生活史 一直去到今天 他革命了管理公司的模式 改写新的赚钱方法 当然 他都曾经好像苹果的艾伯斯一样 被自己创办的公司踢出去 现在的福特汽车公司 其实是他的第二个家 他创办的第一个家 亨利福特汽车公司 原来是专门生产赛车的 他还亲自驾驶过赛车 拿过冠军 38岁的他被股东联合赶走了 公司从此就改名叫做海迪拉克 他另外找了11个投资者 建立了福特汽车公司 他主力生产T型车 共销售了1500万架 这个世界纪录保持了45年 你说他为什么会成功 可以讲笑地说 成功的秘诀 是在于将自己的脚放入其他人的鞋里面 进而用其他人的角度来考虑事物 完成了